小刘的100美元购义挑战 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只花100美金在纽约可以穿搭出什么样的效果来 如果你说你一点都不好奇的话 你必须好奇 因为我说了 不然这个视频就拍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的话呢 小刘就带你去看一下平时小刘回去的一家店 那么100美金可以搭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现在就开发 Let's go 这个光好有那种悬疑巨的感觉 小刘的脸稍微圆润了一点点 再加上这过长的头发 今天真的是 说实话我都把自己给稍微点丑到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我们去看看 就是花100块钱 可不可以给自己稍微改造一下吧 因为那家店里面有很多好看的冷帽 可以遮住我这过长的头发 继续前进 这样子的地面才是我熟知的纽约 下次我们再搞个什么5美金10美金 纽约生存一天挑战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也蛮有看点 但是今天我们经费比较充足了 足足100美金 当然呢拿来穿衣服可能就稍微一点不够 我们来到了Zoomit 那么这家店呢 就是我经常来的店了 应该是这么念吧 Zoomit 大概是这个店 for cool SHMT alright let's go 我的头发太长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第一个目标 是找到一点 服务式的冷帽 现在纽约这边还是有点冷啊 那个冷帽会比较舒服 大家可以想到 这是个非常非常有街头风格 这个更衣室 Zoomit 家人们 家人们 由于那个店里面实在是太吵了 然后呢 在那个店里面去拍呢 因为他也有其他客人呢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 所以呢 我们把衣服全部买回 哈喽 那么现在小刘呢 就来到了朋友家 因为在店里面人也比较多 比较杂 不太好意思 那现在这一身呢 还是我自己的衣服 那么就看今天 花100美金 都能搭出什么样的衣服来吧 点下键 叹叹 这个吊牌没有剪啊 方便我给大家看这个价格 护理跟这种牛仔裤一般是不会出错的 然后都是蓝色系的话 那么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进来看下了一套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套 可以称之为 Miles Morales配色 这个非常非常的Miles 红色 红色黑色 然后戴上这个帽子 然后可以戴上面罩和手套的话 那真的就是有点点像 可以看到这两身衣服呢 都是比较简单的牛仔裤 这个不算牛仔裤吧 比较红装一点点的裤子 搭配一个偏卫衣 像这种比较美式潮牌 然后美式街边潮牌这种风格 怎么搭都不会凑 这件衣服是57块 这些裤子呢是65块 刚刚那两个呢分别是60块和65块 那么虽然我说就是 咱们这个钱呢是稍微超了一点点 但是由于他送了我们4件T恤 那我们平均下来的话 250块钱 总共才算了250块钱 就是两套卫衣 两个牛仔裤 然后以及4件T恤 那我们看看4件T恤长什么样吧 那么我们现在总共是 6件上衣 以及两条裤子 就给大家展示完毕了 对我来说 我觉得RY50美金 能够买到这么多衣服 这个纽约的市场价 里面已经是非常OK的了 那么在下一次节目 不知道大家想看我 去挑战什么呢 那我们下期再见